主持人还有其他的在场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赵伟红律师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病人的权利 还有就是说你如果是生病的时候 你要做哪些配合上的准备 就是说让你爱的人来帮你处理Document 所以比较方便 所以在开始之前我举个例子 我现在刚帮一个加拿大的客人 处理他的遗产的法院认证的事情 他们在加拿大 但是来美国的Medical Center 就是我们Houston的Cancer Center 来做治疗 然后可能有在这里待的时间 有一阵时间 所以他们决定就在这里买东方子 然后Rio的经纪人跟他讲说 你们是夫妻 所以买东方子两个人名字都放在里面 然后很不幸的是先生没多久回加拿大去世 那房子还是在美国 还在我们的Harris County 那他要他们出在加拿大 所以没有要搬来美国 所以要把他房子卖掉 那他他不是我们Harris County的居民 他不是啊 他只有一个房地产在这里 那我有客人常常跟我讲说 那我先生去世了 那我不就是我房间签字就卖掉了吗 这是很普通大家认为的理所当然的事 但是在美国 法律他的设计 你也知道美国人有时候是常常会有几次婚姻 几个小孩 或者没有结婚就有小孩 所以 法律的设计是防臂 就是说避免 有假的情形发生 他要追求程序上 事实上的正义 的真实性 所以法律要求你要来证明 你就一个结婚 你就一次结婚 两个小孩 房子不会说 你签字就把他过户 美国Tagland Harmony 绝对不会做这种事 那你自己要转给其他的个人 当然OK 但是你的title签不清楚 那叫不clean 因为你先生没有签字 他如果前面有几次婚姻的话 那他的小孩子 我等下会介绍 就是我在我们德州 什么是夫妻的共同在展 婚姻的共同在展 个别在展 如果他前面有婚姻 他的小孩子可以分 可以分那个房地产 所以不是说一定就是 Servant Ispa 未亡人的这个 他就是你的 你要去跟法编讲说 他有一次婚姻 有两个小孩 就是我们的婚姻的小孩 这样房子才能过户 才能卖 好 那我们现在先 讲一个这个具体的例子 非常说深深的例子 然后再来我们就 开始讲我们的 培训的right 就是你如果是 在美国治疗 你是病患 你病患有什么样的权利 好 这是我们病患 在美国有什么样的权利 当然第一个是如果你 不论是医院 或者是医生 治疗你的时候 他要有基本上的 要有一些礼节 尊重 然后当然这个 timery就是说 response seed attention 这种就很主观 比如说你如果是半夜 两三点去挂急诊 那如果没有人的话 你等个 maybe10分钟 有些urgent care 或者emergens ER maybe没有客人 但是你如果去的时候 有时候等三个小时 我有客人的小孩子 就是这样 等三个小时 那你算不算timery 他说他没有人手 或者说很多病患 需要处理 所以这只是一个guide line 就是说一个让你 他会按照他的时间 他的病患的多少 他的能力多少 来尽快的帮你处理 好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你可以receipt information 你要的所有的你想要知道的东西 像我们东方人有些传统 比如说父母今天去医院检查出来了 说是什么疾病的末期 或是说医生说你只能 多三个月半年 那这种很多家属就是说 干脆跟医院跟医生讲说 就不要告诉他 让他平平安安的走 在美国他们听到这种我们这种考求 就会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 因为就算你是他的太太 他的先生 他的小孩 你也不能把他做决定 所以要让病患知道 所以在美国就是说 你想要知道什么 医生或医院就跟你讲说 你的身体状况 然后为什么呢 你知道以后你才能决定说 你要不要接受这样的治疗 所以第三个就是说 你让你有机会 可以跟你的医生讨论 遇到的 这是你的身体 要怎么做处理 这样的处理呢 这样的治疗呢 医疗治疗 有什么样的好处 有什么样的风险 要不要开刀 开刀的成功的几率多少 当然这不是数学 不是说10% 或90% 90%开刀失败了 又那10% 那就是说你刚好 就是那不信的那10% 所以说这个风险都会有 然后如果你不开这个刀 你还没有选择 还有这个费用会多少 那怎样的程序 所以这个你要让病患 有权利知道 然后来做这个选择 所以下一段就很重要 这个法律上叫做 Informed consent 他的意思是说 你让我知道 然后我来做决定 决定的结果 我自己负责 那不能说 你我都不知道 你医生就把我开刀了 我麻醉完以后醒来 一只腿没有了 所以说这个Informed consent 很重要 你没有他的同意 医生不会帮你做什么样子的治疗 不然就变成是 他是牵纳你的身体的权利 然后Following up就是说 你可以来问 如果今天开完刀 以后这是大概什么时候会护员 或者说我还有几个礼拜 几个月大概的时间可以活 所以就是要Follow up 来问说 你我现在身体的状况 Health的status 但是医生医院会跟你 要需要跟你解释的清楚 但是解释完 你自己同意要做 或者拒绝做 然后你自己的承担 自己的结果 你可以来做决定 那我们等一下后面会讲说 那我今天送到医院的时候 我已经没办法说yes no 我都不省人事的时候 那怎么办呢 那就要找你的那个space 你要授权medical的power of turning 你要有写好授权给 看谁来帮你说 比如说我到医院以后 没办法讲话 那到底是太太 或者是小孩子来说yes no 那两个人一个说yes 一个说no 那医生怎么办 到底听谁的呢 所以我们常常会帮客人做这些 一个简单的一个paper 你没有做的话 你遇到就很麻烦 然后医院跟医生他要respect的 就是说你个人的饮食权 还有说你不想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你的这些什么疾病啊 所以不是每个人都会去拿你的那个medical record 后面这里我们讲说你的这些记录 医疗就医就住院的记录 除了你本人可以拿以外 没有人可以拿 那就是说你要到你除了你有签字授权 谁来帮你拿 医院才会给你 那如果譬如说你这个病非常的特别 然后他有一些clinical trial 就是说比较实验性质的 还是在research的 如果有客人是得到一种癌症 然后吃药 medical center是一粒是一万块美金 那一种是trial的 还在实验性质的这些药 他要跟你解释 然后就说有些医生是不是说你会从厂商 拿到什么样的好处 或者说你有参与这个实验 这个都跟这个病患要解释清楚 这要disclose 然后再来是一个emergency的care 所以美国的医院都是这样 你如果是有非常紧急的 今天发生的时候 就直接把你把你送到医院去急救去 东西医押 他不会说拒绝你 他不会拒绝你 当然比如说哪天 他已经没有床位了 没有能力来帮你处理了 他应该救护车会把你转接到其他的地方 他们也有义务来继续来照顾你 除非就是说他们已经没有能力了 但没有能力的话 他要把你转接到适当的医院 拿过医生来继续让你做这些医疗的照顾 那再来我们病患呢 有权利来问说其他医生的意见 second opinion 你今天这么跟我讲 然后我还可以再去问其他的医生 然后再做其他的决定 那最后就是说 如果医生说我只要三个月可以活了 那我要决定要怎么 有尊严的走呢 还是赖火不如好死 或好死不如赖火 你就想一直继续下去的维持你的生命 所以说这个是个人的choice 你本能自己要自己做的决定 所以你有权来做决定 again就是你如果不能做决定的时候 看有没有其他的人 你有受选的来帮你做这种决定 下一张的话是我们有权利 当然也有医务 当然大家知道的是最后一项是 你该护医院医生多少钱的 是该护责你的medical bill 但通常保险 付完以后 我个人又需要付自己的部分 所以第一项是你的医务 是要跟医生讲清楚 你自己的生理状况 你不能说头痛 你说我脚痛 然后你也要医生跟你解释 以后这是你的权利 也是医务 你要问问题 问说今天我的生理状况 是什么样的情形 到底是第一期呢 第二期还是第三期呢 那有些医生不去确定 的话比顿一跟二 OK 但是就是说看 你这种情形 你大概可以再问其他医生 做个检查 做second opinion 那如果医生跟医院 大家有叫你 按时要回来看诊 一个月又要回来回诊 那你自己就要follow到 他这么跟你讲的时间 身体是你的 你自己要照顾好 你如果不care的话 医院跟医生 没有人可以帮你做 做这些事情 那你不回来 或不按时吃药的话 那下面一个就是 结果是 consequence 你自己要承担 大家除非大家都大人 那小孩子就是你的 你的父母自己来做决定 你的家庭 你的监护人来做 帮你做决定 那做决定的人 就是要做这个责任 这个负责 我常常会遇到 有些客人打电话 会来 就是说医院跟医生 很明显的 有误诊的情形 但是在我们德州 应该是在 州长 Rick Perry的那时候 修了一个法律 会让你要到医院 告医生 非常困难 他的立法的背景 是因为以前 大家动不动 就去告医生 告医院 说他误诊 说他哪里 没办法看好 我听到的经验是有 一定都会有 只要是冷 都会有舒服 但是 告的 可能也很多是烂数 就是 Fibrius 的 有些人 故意在你的 哪里 摔了一跤 说 头断了 脚断了 哪里痛 然后这个你要十字 大概口要了很多钱 所以这个背景之下 他新的法律 立出来以后 就让你真的被 误诊的病患 要去告医院跟医生 都相当困难 而且花费 非常高 然后他又把法律限定 你看第四个 第四个 他那个 Lun economic damage 就是等于就是说 我们通常讲说 Pain and suffering 就是你的痛 以前如果是 Pathen 可以说 你的 你受伤以后 受到这个痛呢 判你赔200万 那现在法律 他都把限制到25万 你一个人只能对 比如说你的医生 误诊 然后他你只能 顶多告就是告了 25万 当然这是 非经济上的损失 但是经济上的损失呢 那就说 看你这一辈子 因为他的物诊 造成的结果 所需要的这些 医疗费用 吃药 这看你多久时间 那个 economic damage 就是 他们会 你会请人来帮你精算出来 就是说 你每一年的医疗费用 比如说是10万 你还可以再多40年 那就400万 如果有物诊的信息 你两年之内 你一定要提出告诉 你要提出告诉之前 你要跟对方 等于是被告 六时间之前 你就要跟他通知 我现在跟你通知了 你有疏失 这些通知上的 这些 requirement 这些要求还不是那么麻烦 最麻烦的就是第三个 exper report 在120天之内 你要告他之前 120天内 你要把 exper的report准备好 exper report是怎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的医生 譬如说你这个 妇产科医生帮你做误诊 你要找另外妇产科医生 看你的medical record 然后写个报告出来 说你的这个妇产科医生 有误诊的情形 这个一个report 通常5000到1万之间 5000到1万之间 maybe有些医生 他也会更贵 所以看你的案子的复杂程度 所以这个部分呢 就会开庭 开庭一次 法院来看说 这个报告是不是 写的够清楚 写说大概你的医生 是不是有医疗疏失 那如果法官认为 这个医疗疏失 这个步骤 还不太成立的话 他认为不是很明确的话 他因为因为开刀造成你 你的 哪里身体的 的受损 如果不是很确定的话 有可能 你还在提供第二份 所以 再开一次听 这些法官认定 大概 most likely 等于是大概有50%左右以上的机会的话 他才会继续按照 下注 不然 案子就直接dismiss掉 在这个前面 就不dismiss掉 所以这会让 我们病患的权利 真正实时受到侵害的病患 病患的权利 让你要提出法律上述中 非常困难 而且很花钱 但这些人是 利益团体在后面 要求我们 德州的议会通过这个法律 利益团体是 保险公司 因为都保险公司在付的 所以这是非常一个对病患 限制很多的法律 那你如果 最后一个是说 你如果今天造成这个结果 你可责性 就是说你自己本身的责任 大于51%的话 医生是9% 你51%的话 你一毛钱都要不到 因为你的责任比较高 所以说 这个案子当然就变得比较少 而且就是说也没有 那种赔偿金的天文数字 那种案子 当然他的利益团目的也是希望 把医疗保险的 这些医疗费用 把它降低 但是我们从来没看过 我们的医疗保险会有降低的情形 这通过法律 应该也大概有10年了 保险保险会还是一直增加 没有降低 所以这个我个人认为 不应该就是说 把我们病患的权力 限制的到这种程度 当然这个 我见过最复杂的诉讼 就是这个诉讼 就是说医疗诉讼 通常你要找律师 通常没有医疗的知识 但是我遇过有些是 他本身就医生也是律师 有些是一些大的事务所 他就专门就是 害了这些也是医生也是律师 那有些是也是律师 也是那个register nurse 就是说他们有医疗背景的律师 这样一看他来 他能帮你解决 就是说是不是 真的有医疗出师 好 这个是非常复杂的一个 一个民事的一个诉讼 好 那我们看的 刚刚稍微提到的一点就是 如果我今天在医院 我的意思非常清楚的话 医生说要不要开刀 我说no 别大人 其他人说yes 那也没有用 我讲的为准 我讲的为准 那今天我在医院的时候 我已经都不显然是 我都没办法讲yes no的时候 那太太跟小孩在旁边 那医生问要不要开刀 太太都no 小孩说yes 他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就是要有 在我们意识非常可怜 商脈非常清楚的时候 就得要把这个大给我们准备好 那医生问你就把这个大给我们准备好 第一个是谁 第一个 太太说好开刀 那就开 他太太说我没办法做决定 第二个谁 谁来帮你做决定 那就是小孩子 帮你做决定 最近一个客人 那是初期两个就说 我没办法帮你 遇到准备事情的时候 我没办法帮你做决定 所以就是有小孩子来帮你做决定 好 那我们现在讲的这个荧幕上看到的这个叫做derivity to physician 我们俗称上的叫做Living Will 他的目的就是直接跟医生讲 我不需要任何人帮我做决定 我直接跟医生讲说 这两种情形的状况之下 我要怎么样的treatment 用一个最简单的方式来讲 就是说 我要怎么死 我要躺在病床上十年 插管 什么都把插氧气筒都插 这也是我的意愿 你也可以这么写 那另外一个 你只要让我不痛 那就昏迷就慢慢就走了 那这也是你自己的卷择 但是你要跟医生讲 跟医院讲 别人都不能把你做决定 所以说现在比较大家 如果大部分的客人都是觉得我要怎么遇到这种情形 我要怎么来处理 是我的决定 大部分的客人都会 我就写这个 那这个derivity to physician 就是说对医疗指令 对医生医院的医疗指令 只有适用两种情形 第一种terminal的情形 就是末期 就是末期 医生已经跟我讲说 这个cancel 你遇到你这个已经是第四期了 你只能活三个月 末期应该是说 你只能活六个月 那这种情形 适用 那有些植物人怎么办呢 第二种是说irrevocable的情形 就是说没办法维护没救的情形 按照今天的科技水平 你这个病已经没办法来帮你治疗 治疗好 而且你也没办法帮你照顾 除了帮你插管插氧气以外 如果这个拔掉的话你就不会活 就只有这两种情形 你跟医生怎么怎么讲 你有两个选择 一种是说 让我舒舒服服 不要那么痛 不一定舒服 应该是说没那么痛的情形 我有cancer你就给我麻烦 你就给我止痛剂 我只剩下三个月 我疑障癌三个月 那你就不要帮我开刀 你也不要帮我做化疗 什么都不要做 然后我不痛就好了 那第二种选择是说 你能做什么就全部帮我做 我没办法呼吸的 你就帮我装氧气照 我没办法吃饭 你就帮我擦胃脂胺 如果呼吸有困难 那你就帮我插管抽痰 任何种 life standing treatment 就是所有的维生系统 你都把我穿上去 就只有这两种选择 遇到这两种medical condition的时候 末期跟没办法回复的情形 你自己可以选哪两种 你要选择哪一种 那我不痛苦呢 或者是说 把所有的维生系统 全部都把我刮给什么身上 你如何写医生医院 就按照你的意思 那我有一个客人 最特别的客人 就是说 今天没办法 帮我治疗的重情形 你不知道十年二十年后 会不会还是没办法治疗 有可能啊 科技的发达的很快 所以他就说 我就算是躺在床上十年二十年都不知道的话 你还是帮我把所有的该插的都插进去 这都是比较特别 但是这是你自己的选择 你要选择哪一种 你要跟医生讲 那有些客人是 我们看到新闻上有些是植物病 那不是植物人 植物人 你只要他 还是可以自己呼吸 他还是可以活 那这种情形 你就不适用这种 这两种情形 你不可以变成之多 积极性的让他结束他的生命 那就变成安乐死了 安乐死在美国大部分的州都还是不合法 OK 所以这是给医生的指令 大家只要记得 只有这两种情形 是用默洗或是没有救的情形 那你可以自己选择 那有些客人就选择说 有一个客人来看了 想了半遍说 他还是没办法做决定 那就 谁来帮他做决定 我们看下一张 这就是说 医疗上的授权书 我们刚刚讲的那一个 如果没写的话 就有医疗上的授权书 你授权谁来帮你做决定 这也是可以 也是可以 你就说那我全部都不管 你哪一种情形 就是我委托 我信任的人来帮你做决定 就是了 所以除了刚刚那两种默起 或没有救的情形以外 如果有写那一份 就按照那一份你的意思来做决定 如果没有写就按照医疗上的授权书 由你的被授权人来帮你做决定 我今天在医院 我没办法说yes no的时候 然后第一个 比如说配偶 配偶先帮你做决定 那就由他来帮你做决定 是要住家里呢 还是住 帮你送到rehab neurthing home 或者是hospice 就由他来帮你做决定 但是如果 我还是很清楚说 我要回家 那就回家 我不能说 在有他来帮你做决定 这种情形就是 只有你是disability 或incapacity的时候 就是没有行为能力 或者是我已经 没办法 知道那些事情的时候 这个才会 才会生效 所以这是医疗上的 这医疗上的 那另外一个是 这个是 decoration of guardian 就是说 就是 刚刚那个是医疗上 来帮你做决定 那这个呢 监护人 你指定谁帮你做监护人 好 那你不喜欢的人 你不不喜欢说 由他来帮你做监护啊 你比如说 比方喜欢说 特别一个小孩子 那你就特别指定 就是说 当我不能 自己来 生活 生活 自己来决定 自己的事情的时候 就等于是说没有行为能力来引 capacity或disability已经残障的时候呢 那这种由谁来帮你 这个guardian是说 你的人的身体的guardian 这个不是财务上的 财务上会有财务上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叫做 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是medical POA 财务上会有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授权书 一个就是一般的 比如说我们今天人在国外 不在美国 你要买房子 卖房子 卖你家的房子 你家的房子是你的名字 那你家一般的 你就写一般的授权书 就是我委托某某人 帮你卖房子 然后他的名字 他的ID 处理的形形 就是一 哪一栋房子 这叫做写得很清楚 这叫做一般的授权书 那财务上的授权书叫做 durable statutory power of turning 就是等你也是一样 没有行为能力 incapacity或disability的时候 这个授权书才会有效 通常你如果遇到 如果有客人是 如果等于是除了眼睛会睁开以外 也不会讲 意识上也不清楚 但是他还是可以 可以活 可以活得不错 但是便要软照顾 要三班的 护理师护士来帮他照顾 就是说home care 要软有三班 因为常常要帮他翻身 胃清理 这种你如果身上没有现金的话 你没办法负担这个很庞大的 medical expense 那你比如说你有房子 你的名下有房子 那你能签字吗 你没办法签字 你没有意识的 那种没有medical 没有financial POA的话 可以解决 然后就是等于是说你的亲人要到法院 然后要求法院指定 财务上的 财务上的你是被管理人 我是帮你管理财务的 法院同意完以后 当然就是说所有的等于是说 所有你的亲人 大家都没意见 都同意了 法官同意了以后 你才可以比如说 卖这栋房子来付你的医药费用 或者是说从这房子借钱出来 来负担你的医药费用 他才可以帮你签字 一定要有法院认可的这个 监护人的程序 所以这个一两百块 可以解决的 你没写到法院 非常贵 比如说你要 因为法院怕说你的监护人 把你的财产全部拿走了 把房子卖了 拿着他自己跑了 所以法院他要superbuy 你要卖之前要法院同意 要卖多少钱 卖完以后 他还要看说你这个钱 是不是有用在你身上 所以garden是非常贵 很贵 很花钱 很花时间的事情 所以这些简单的document financial或medical的poa 你们平常 意思还很清楚的时候 赶快把它写一写 这个到时候可以避免掉 一些简单的事情 最近有客人是先生 简单在网上 把他 把自己的遗嘱写一写 然后拿到UBS 他来有帮你做公证 然后还有员工帮你做 那现在是 这个也是他 应该是说他唯一的manage 但是他都没有小孩 他的妹妹说 我哥哥 当初有说 他要留这个几个额抗 额抗都还不少钱 他留这个几个额抗给我 但是遗嘱里面没这么写 所以他要 他要去抗议 说我哥哥写的时候 第一个有可能把我漏掉 第二个就是说 受到 这个太太的不当影响 所以你当初没有几百块 可以解决的事情 现在可能几万块 在法院诉讼 所以说这个 复杂的事情 你要把它简单化 其实也没那么复杂 你只要有写好 美国都是尊重你的意愿 你不知道把写到写得清清楚楚 那就法院就按照你的意思来做 好 那我们再来 我们讲财产 我们今天讲的都是德州的法律 别州别州会有不同的法律上的定义 我们德州是共同财产制 共同财产制 什么叫做共同财产制呢 就是除了分别财产以外 就是共同财产制 那所以我们先来探讨 什么叫做你个人的分别财产 你如果都没结婚 那全部当然都是你的财产 那你如果有结婚 这个就比较重要 你如果结过几十分 那个这个就更重要 分别财产就是说 你今天结婚之前 你拥有的就是你的财产 你个人的财产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就是说 你父母给你的 或者说你父母继承过来的 这也是你自己的 我的离 大家婚姻没问题就没问题 大家你的就是我的 我的就是你的 但是我处理离婚的客人的理念 我举例一个案子 应该是说三个案子 第一个案子 父母把一方的父母把钱 转过来给夫妻两个人的 共同账户 然后用这种共同账户去买房子 那这样就不知很清楚 你到底这个 你是赠予给自己的女儿 还是包括女婿呢 但是你汇到共同账户 看起来就是给两个人的 那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客人 他是妈妈汇钱 直接给在Title Company 买房子 那这样 有可能 就是说看起来 虽然是夫妻是两个人的名字 在房子里面 但是他这个妈妈可以说 我不是赠予你双方的 我是赠予我自己的小孩 有可能 没有像说 共同账户那个 那个 那个 那共同账户那个是最 法院判 还是判一人一半 因为他是共同账户 共同账户里面的共同账户 那你如果是直接汇到Title Company 他那个妈妈可以到法庭上作证 就是说我只给我小孩 或者说这笔钱是我自己 这样投资的 但是因为我不在美国 所以 房子放 这个小孩子的名字 小孩子跟他配偶的名字 那另外一个客人 那是 他妈妈写一张支票 写给他的儿子 放到他个人的帐築 上面就是写说 Inheritance 就是我先给我儿子 继承的这部分的钱 这个就很清楚 这个就是他个人的财产 非常清楚 你要离人去告 那一定也告不赢 这个就告不赢 但是共同账户的 就一人一半 那直接给Title Company 就是between中间 看你双方的说法 到法链档的证词 然后证据 看他汇缓的时候 有没有写什么 是正义给我儿子呢 正义给我儿子跟他太太呢 或者说我自己做投资用的呢 这个要看证据来讲 所以这个分别的财产 第一个是结婚前的 第二个是正义的 或者是从父母继承的 那第三个是说 我自己车祸受伤 费荒或者是保险公司赔的钱 Penit上不然以后 我本身身体受到的这些痛 付的钱 都是我个人的财产 所以我们刚刚有提到 德州罗利限制到一个人 因为医疗舒服所能告的顶多就是25万 25万就是non-economic damage 就是我们讲的 Penit suffering 就是我身体所受到的痛 这就是非经济上的损失 所以这个损失 痛是痛在你身体 所以是你自己的财产 那除了这三样一样 都是 你只要是夫妻 都是共同财产 结婚以后的 法律推定就是共同财产 除非你能证明 脆手放的 就是说 你结婚完以后 买一栋房子 20万买的房子 你用这笔这笔钱 是你结婚之前的那个account 结婚的前一天 你这个账户里面就有20万 那你提这20万出来 去买这个房子 你要能证明 你才能推翻法律上的推定 法律上推定是结婚以后 买的房子就共同财产 那你要证明这笔钱 是你结婚之前 你自己的钱 那就像我那客人是 我父母给了钱 只要你能证明 只是给我 不是给另外一半 这才能证明你是 你自己的个别财产 为什么这个重要呢 我们等一下会提到 如果你是一个婚姻 你的婚姻的小孩子 也都是 你的小孩子 也都是这个婚姻 所生的 那这个就不是问题 那如果不是的话 这个 前面有婚姻 前面有小孩 这个就很重要 什么是你的婚姻的财产 共同财产 听完个别财产 分配上就不一样 好 我们讲完了 这个财产 我们现在来讲 什么叫做是 Probate Property Probate就是遗嘱认证 在Harris County 我们四个法庭 那在其他的 因为Harris County Huston比较大 他就单独出来 有四个Probate Court 那其他的county 就是在Country Call of Lord 就是Country的法庭 这个遗产认证的法庭 他能处理的遗产 就叫做Probate Property 那什么样 不包括在这里面 你们只要记得一个大原则 只要有指定受益人的 那个都不是 都不是你的遗产认证的财产 比如说你的医疗 你的人寿险 人寿险 你买保险的时候 你会跟agent 他一定会问你 你的收益人写谁 或你又写 太太买了20万的保险 那我去世的时候 这个之外 直接给太太 所以这个不需要你的遗产 来帮你处理 但是要大家要住 要非常就是说 分清楚的一点是 虽然这个不是遗产 瓦田认证的遗产 要处理的遗产 但是IIS遗产税的Purpose 它是把这个算进来 你保险 医疗保险 人寿险 人寿险保的200万 这200万算到你的遗产 我IIS的 Test的Purpose 就是遗产税包括在人里面 但是我们在法院的遗产认证的财产里面 这个不需要 不需要你来处理 因为他直接保险公司 你拿死亡证明 保险公司就直接把这笔 该理赔多少钱 他就直接拨给受益人 同样的情形 像FOR1K退休金账户也是会有 另外有些是Tenancy in common 就是你把财产 通常这个都是房地产 你把它放在一起 然后你写Tenancy in common 或者第四项 Join Tenancy with Right of Survival 就是谁走了以后 另外那个就是 第四项是说 谁走了以后 剩下的全部给另外一个人 那第三项是说 每个人就跟营养一样 第五个一样 Join the Finally 不论这个房地产有两个人三个人 每个人都会拿百分之百 就像你跟配偶的那个共同账户 共同账户 任何人都会把钱领出来 同样这个道理 那这种情形 你银行你只要给他死亡证明这个账户 你就可以救过你 其实你不用给他 你跟你配偶两个人的共同财产 你随时你都可以把它全部领光 这因为你是共同账户 除了这些以外 房子你有没有指定你的收益人是谁 没有啊 房子登记就是登记你的名字 车子也没有说你的收益人是谁 那你的账户 你如果没有写说 共同财产或你的个人的私房钱 你个人的名字 你也没有写说 POD pay on day 这个账户给谁 那所以还是要有这个 Probey的程序 那Probey的程序 简单的你就写一个遗嘱 你要把钱给谁 那没写的结果 按照法律来规定 在美国 在德州 你高兴把你的钱给谁 就给谁 但是我们有提到 刚刚的那个共同财产 你能处理的部分 就是你自己的个人的财产 Sepered property 还有共同财产的一半 你这栋房子 你跟太太一起买的 你就一半 你只能 你只能说 我这个你的部分要给谁 太太那部分 你不能说 把他给谁 所以你遗嘱写的是说 你自己的部分 如果没写 法律是这么规定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没有 没有遗嘱的情形 没有遗嘱的情形 第一个是共同财产 如果是给配偶 原则上是给配偶 但是呢 你如果 有你的前次的婚姻 你前次的婚姻 也有小孩的话 就是会变成 共同财产是一半 给你的配偶 一半给其他的小孩子 来评分 比如说你前一个婚姻 有两个小孩子 那你现在这栋房子 你有一半嘛 对不对 就二分之一 那二分之一的 二分之一给你的配偶 那二分之一的 的 你就是房子的 二分之一的 二分之一 简直是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给两个小孩子 两个小孩子 是每个人八分之一 所以你没写的话 是这样分配 这是共同财产的方式 那个别财产 稍微复杂一点 没有配偶的话 就是全部给后代 没有几个小孩子 几个小孩子 来分配 那你如果有配偶 就个别财产 所有的动产 还有二分之一的 不动产 是给 是给配偶 二分之一的 不动产 是留给父母 那如果有配偶 跟有后代 等于是你的小孩子 你的孙子 那一部分 动产 三分之一给配偶 三分之二给 其他的小孩子 来分配 那不动产的部分 是三分之一 你的配偶 可以注意变成 那叫做 light estate 那三分之二 是给其他的小孩子 来评分 所以 你如果 来不及写遗嘱 或者是说 你对这个OK 或者你都不care的话 那就是按照法律 来做这样的分配 那美写 也还算OK 也还算是 法律也是 基本上 他会按照 公平的原则 来帮你做公平的分配 他这个分配的方式 也算合理 比较麻烦 就是说 处理上 程序上 比较麻烦 怎么说 我有客人是 有的是年纪 年纪比较轻的 有些是突然走的那种 那你要 如果配偶还在的话 那你等于是说 配偶 你要到法院上 说我要处理 我先生的遗产 那法院会指定 一个律师 来代表 还弄的 AIR 就是说法律上推定 有一个律师来代表 有可能我们不知道的法定继承 那他这个法律 法律指定的这个律师 谁来付钱呢 当然还是你 所以你等于是你付钱 找别人来来调查 都对了 然后你要所有其他的法定基 等等 比如说你还有其他的小孩子 来签字 同意由你来处理遗产 那如果还有前面还有婚姻的小孩子的话 你还要他同意 那你如果跟他关系不好的话 他就不签字 那很麻烦 我现在是遇到一个是 蒙蒙女之间的关系很疏离的 女儿不签字的 所以你没有遗旨就很麻烦 那就算全部人都签完字以后 法院指定的律师也去调查了 的确你只有一次婚姻 有两个小孩 然后你还要带两个证人 除了你讲的以外 你还要带两个证人去证明 我认识去世的人 我认识他的 十几年二十年 他只有一次婚姻 有两个小孩子 这两个证人要这么讲 那不能说我不决定 那法院的律师有时候会问说 假如你的朋友 除了这一次婚姻 有两个小孩子以外 如果还有其他 不论是生的 或者是领养的 如果还有其他法院指定的人 的话 你这十几年会不会都知道 你如果跟他关系够好的话 你有可能就说 他如果再次有重情绪的话 我会知道 所以会变成 没有写遗族 你所有的费用 所有的发费 会比较会比较高 比较麻烦就是 都可以解决 都可以解决 然后法院也要贴个公告 叫做Notice to 他不论是 等于是说 公告你 你自认是法定继承人的人 现在要遗嘱 遗产处理的情形 的程序开始了 你说你是某某某人的 法定继承人 你要到来法院 所以这个是花钱花时间 还是可以解决 都可以解决 OK 好 所以遗嘱就很重要 也很简单 所以我要再重复讲的是说 你没写遗嘱 不是 你配偶的财产 自动就是你的 不会这样 你法院没有认可之前 不会自动就是你的 我们通常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 但是美国人 美国的法律就不是认为是这样 他认为一定要调达清楚 该你的就全部给你 不是的 哪些法定继承人找出来 大家一起来 分配你这个去世人的产产 遗嘱 在美国就是你要写遗嘱的话 你把你的财产全部留给谁 是你的自由 因为他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 你高兴给谁就给谁 那你等于说 你不想给谁 你也可以写遗嘱 就是说 我只是给这个小孩子 给另外一个小孩子 我有个人是这样 所以说遗嘱重要是这样 然后如果 今年我们的遗产税是 1170万 如果有超过这个数字的客人的话 这就要非常注意 因为遗产税是41到55左右 遗产税 所以你只要一超过 他这个遗产税 会非常重 非常可怕 你在9个月之内 你要把现金交给IIS 所以如果有这种情形 你的那个 等于是说 你的遗嘱的要写的 有信托 比如说你的夫妻两个人是20万 应该是说两千万 20 million 那一人一个 一个10 million 那第一个走的时候 没有超过 那你全部留给太太的话 也没有遗产税的问题 但是你这个11.7 million 你这个免税就没用 没有到 因为你留给配偶的话 第一个走的话 留给第二个的话 那你这个1170万的免税也没用到 那等到第二个走的时候 他又没把它花掉 两千万没花掉的话 没花到假设 那时候还是1170万的话 你没有把 你没有把 这个900万 900万花掉的话 他还有2000万了 那2000万超过的话 大概830万 你要缴的税 如果是一半的话 也要400万去 所以你没有把这个遗嘱写好的话 第一个人走 没有用到这1170万的免税了 那第二个走的时候 你交的遗产税 就回到隔半 那我 博税局他也 有一个法律上的机制 让你可以合法结税 所以我们律师就会把它设立一个叫做A Trust一个叫B Trust BTrust就是FamilyTrust 好你现在跟 太太有2000万 那你就把 1170万拨到 FamilyTrust BTrust 那剩下呢 剩下不论你是一千万两千万一亿 全部到太太那边 那叫ATrust 你留给太太是完全都不用税 都不用一战税 但是你留给FamilyTrust 你刚好用完1170万的免税 所以你的免税也都用了 那你如果2000万 你只剩下830万的免税 等于是说剩下的830万的放在太太这个Trust 所以他到时候在往下的时候他第二个走的时候他又有他的免税额 所以你要把遗产税的免税额要极大化要把它用 所以就是说你这样写在遗嘱里面 这非常重要 所以你们如果有这个财产超过每年每年的免税额的情形 这个遗嘱可以帮你省下非常非常多的税 当然这个免税额从我开始Pratice 100万到现在也1170万 那什么时候会掉下来 也是有可能啊 可能以前有到500万的 那500万我想1170万大概没有多 没有几%的人可以超过 但是如果掉到500万可能就很多了 有股票啦房地产啦投资啊这些有可能就会超过 所以这个遗嘱的情对某些人是非常重要 对应该是说在美国都还算很重要 让你要帮你处理财产的人遗产的人比较好做事情 那遗嘱要用写的inwriting 德州对这个很轻松 你写在墙壁上也可以 你写在西瓜上刻一张也可以 你在机场写在nakin上面也可以 我磨磨磨磨今天是什么时候 然后我把我的财产全部留给谁 签个字 这是你的遗嘱 所以我们律师界开会 就是说西瓜也可以当做遗嘱 就非常 就是说法律会非常松 只要你18岁你头脑clear上脉 你头脑非常清楚的时候写的都可以 但是你要签字啊 但是我们律师帮客人准备 就会至少要两个证人 通常是你两个朋友认识你的人 当天证明说你签字的时候 你头脑非常清楚 没有人骗你 也没有人拿个枪叫你签 然后遗嘱后面最后 还有一个seal tubing的efadavit 它这个功能是说 它证明你是本人来签字 然后这两个证人也当场在场 看你签字 那如果这个都有做好的话 话庭上只要 律师带你去法连 然后法官签字 其他事情都不用做 那现在我从去年开始都是在网站开点 这种这种的点 除非会比较大的trial的话 就律trial才会当场开点的 那现在基本上 连bench trial等于是法官 没有配手 仅仅法官开点的大部分也都是在网站开点 这个只要做好的话 证人都不用去法院 证人找不到了 证人不在了都OK 那我客人说 那我的遗嘱如果找不到怎么办 它只剩下开别人怎么办 那第一个解决方式 你能重做当然重做 那第二个我通常 已经大家都不能 如果还在的话 当然可以重做 那如果都不在找不到的这种情形 那变成是要找一个证人 两个人其中一个证人去法庭上证明宣誓是说 我跟另外一个证人 那在某某某在哪一天看到某某某我的朋友在律师楼那里有签字 通常很清楚 那如果这两个证人都不在了呢 那就更麻烦 你要找那两个朋友 等于跟没有遗嘱是类似 两个朋友去法庭证明就说 我认识张先生 我认识十几年了 我知道他的签字 这个遗嘱就是他的签字 如果有copy的话是这样的 那如果没有的话 就按照没有的 没有遗嘱的方式来处理 OK好 所以我们现在先做一个简单的一个结论 就是我们 通常 我们有医疗上的需要 通知病房马乱 非常很有压力的状况 那你如果把这些事情 该准备有的先有的这些 document 先准备好 所以你的最亲近的人 你的家属 他比较容易做事情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说 你要保持自己的安全 自己要保持健康 不会用到这些最好 但是人早晚都会走 那你要想要把你的财产 留给你 你爱的人 或者说你爱 如果客人是留给他的母校 那你可以降低一些什么遗产税 所以你这些要把事情都做好 然后你遇到问题 就是说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们会到一二或者说人从每天 总有一天一定会老 总有一天会走 那这种让这个整个过程 尽量比较 smooth 比较简单一点 那不会造成你的配偶 如果亲戚朋友 小孩子之间关系非常简张 那朋友帮你在 你在的时候帮你写 帮你做证人写 总比你要请他去法院 来帮你做证 就是我知道你的签字 像就算很瘦的朋友 你也不会说你的签字会给他 他会认识 可以证明做证 就是说这是你的签字 不是那么容易 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大家把自己照顾好 把该做的这些程序做好 然后你的这个过程 你要所有会比较平顺一点 不会那么压力 stressful ok 好